本台是一间网店购买标榜由台湾负18度急冻 直送到港的火窝套餐 但发现货仓内货品失温存放 发现结果含菌量超标 店铺没有成物业牌照 本港监管有没有漏洞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疫情下未能外游 不少人会上网买外地美食 当是一解心人 近月发展到连街头小吃 急冻火窝都有得买 间间到标榜货品是产地直送 有没有想过是怎样送呢 盛情是官方销售 但有没有想过官方会不会预计客人会寄到香港 监管网救说了很多年 为什么问题仍然没有改善呢 麻烦想拿无鲁锅 无鲁锅 我闻口位置 麻烦 刚刚到货 因为我们一个星期就回去了 我们是一间售卖台湾即食和冷冻食品的网店 订购了一个近600元的火窝套餐 拿货当日我们收到负责人电话 说食物刚刚到港 叫我们必须即日拿货 我们到达网店的货冲之后 负责人是一个室温的发泡胶盒盒拿出套餐 之后才包上保温纸 是否都是无鲁锅 他们那边的 上面有箱 是吗 是无鲁锅的箱 我们特意为了几件的箱 我们也有版权调的 是台湾直送过来的 这家网店出售很多台湾食品 标榜台湾直送 例如面线、鸭舌等 声称运输到储存 都会放在涉事负18度的雪柜 但我们在货仓看到 包括要急冻的食品 只是随意堆放在地上 拿货之后 我们马上将火锅套餐 送到实验室化验 我们刚刚插出来 它已经出来了 我们打开包装 已经闻到一层层的 好像垃圾的味道了 逐件配料拿出来 冬豆腐 有鱼饺 有肉的 我们有蛋饺 所有包装都有水的 可以看到这些渡汗水 这几款包装都不合格 甚至没有盖住 最出名的台湾汤底 坐完飞机后情况又是怎样呢 硬硬的 但它已经在用着 我们检测12种食材的含菌量 结果发现全部食材都有细菌 其中清汤底的含菌量最高 总细菌量有50几万粒 5款食材有腸炎糊菌 含菌量最高的都是清汤底 有6万3千粒 另外5款食材有大腸炎菌 清汤底有4万6千粒 同样是含菌量最高 一般来说食火屋 水滚了 然后慢慢是一个炖汤的形式 即是simmering 温度通常是维持在大约70至90度中间 晒菌的能力100度 是差不多即时的菌就会死的 但如果你去到72度的话 就是15秒 再降到60度 晒菌能力就低很多 就要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才可以杀到菌 陆内的细菌或者住得死 但毒素就未必可以 冷冻链是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其他那些会制造到毒素或者包子的菌 有机会在那个途中 是会产生了很多毒素或者包子出来的 这些毒素包子的问题是 你找热水或者找热汤去煮食 都未必是 甚至其实都很肯定是移除不了的 就消灭不了的 为什么食物会变成细菌的温床 賴管支重看望电货仓的环境 既然都不冷的时候 然后你再加一个保温袋上去 其实都是继续保持住它是不冷的 不会令它冷回的 够不够胆吃呢 哇 食物来的 干货和湿货是很温暖的放置 还有那些食物是在地下 发泡膠箱就放在地下 得来有些是开了盖的 保温的情况就真是在这个画面 就真是估计不到它 那个冷冻的严重度有多高 我们买的火鍋套餐在台湾非常出名 不少香港人去台湾都会去吃 本港多间有销售的网店 都标榜产品台湾直送 但我们向台湾无脑窝查询 官方回复说他们在香港 并无任何官方授权 或者开放任何代理 无脑窝台湾官网 择配订购页面 亦有特别说明产品的销售范围 和包装只适用于台湾 之前在这里买了一个无脑窝套餐 我们验到有菌的请问怎么看 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们两个星期之前 你先拍着 你憑什么 我们买了个火鍋套餐有菌 你们怎么看 你们这里没有牌的 食環署回复说 这家网店的货仓地址 并未持有食環署签罚的食物业牌照 或者许可症 处方接获我们查询之后 曾经派人巡查 但是没有发现 违规经营食物业的情况 疫情下市民不能够外游 出售急冻食品的网店大增 消费会今年收到网购食物和饮品的投诉 也都较去年同期上升了近九成 根据法例 最好就是帮助一些比较相遇好的店铺 留意一下店铺有没有相关的牌照 另外就是如果他们要购买食物的时候 无论在店上 网上或者线下 都看看那些店铺有没有一些条款 如果你遇到一些食物是货不对版的时候 可不可以退货退款 退货退款的程序会不会很困难等等 根据法例 任何人进口冷藏或者冰鲜肉类 需要向食环署申请进口许可证 但郭永然说法例有欠清晰 进口的新鲜或者冷冻的肉食 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计定为一些扒类的食物 但是有一些火锅的材料 其实它可能不是一些扒 它是一些丸或者一些饺 它里面有些新鲜肉的 其实这些食物是否属于进口的肉食 都是一个灰色地带 当然是期望有关当局可以与时并进 不时检视法例 去做一些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法例的修订 这样保障消费者我相信会比较好的 2015年有多名港人 在香港进食台湾一款三文治之后食物中毒 当时部分人网救 亦都有人在香港零售店购买 但台湾的三文治公司强调 他们从未外销去到香港 时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说 不排除事件由人违法 认为当时对网救的法例较宽松 会再研究和检讨 但事隔五年 本港对网救食品的规管仍然停滞不前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食物业规管的执法需要改善 有条法例 因为法例应该确保制度上 市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能够追溯有关的机构 市民有没有办法 又是可以找到 究竟确保到 那个 就是 你帮他买 那你那个是否真的 你可以看到 究竟是否真的这样运的 那是市民角度 你吃那个安不安全 那我都是看包装的 但是包装 为何信你的包装 为何信你的店 原因不是因为信字 是因为你可以追溯到 如果有问题发生 追溯到 或者我可以找回 究竟你是否真的 在做好那件事 时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到了 再见